大家好,我是小燕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款能止克化痰的糖水 先将15克的雪莲籽用清水浸泡 它能让糖水喝起来顺滑粘稠 接着在锅子里加入10克桂圆 一片吉饼 一粒雪梨 三粒红枣 扭一下红枣让它开裂会比较容易出味哦 还有一公升的清水 关上盖子先开大火把它煮滚 然后再转小火煮个20分钟 泡20分钟后的雪莲籽会像这样晶莹剔透 这时候就可以把它加进糖水里了 要注意别泡太久或煮太久哦 它化掉了刺起来就少了口感 然后再将三克川贝粉 先掺少许清水化开 直接加入糖水的话会结块哦 如果你要用川贝粒的话可以 不过要一开始就加进锅里煮才能出味 这两样食材加入后 再把糖水煮给它大滚一下 关上盖子 再关我们5-10分钟就好啦 食疗是一种比较自然的治愈方式 但还是要调整生活里的饮食作息 互相配合才能算管齐下 尽早让病情好转哦 好啦 喜欢的话请给个爱心和关注我们哦 下个视频再见拜拜